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请问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 那你怎么不问你自己 这么爱迟到 那我就会有闲暇的时间 那我闲暇的时间拿来练唱 很合理吧 这是你最不需要做的事情 很难说 我搞不好 某一次有一个选秀节目 就找我去比赛唱会 我觉得投胎比较快了 最好是 那不然我来一次问你 我刚刚不是唱传说吗 是 你有听过什么都市传说吗 哦 我跟你讲 有一个都市传说非常有名 就是三轮车这首歌 三轮车跑得快 上面坐着老海胎 要五毛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 恐怖吧 怎么了 这首歌 你看 要五毛 老太太跟她要五毛 她给她一块 那代表车子是五毛 对啊 但她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不就是一个单纯老年人 记忆力不好 车上有两个人 是吧 是不是很恐怖 不是吧 老太太年纪 但她好为难人家 人家数学不好 不是 这也 我也是听来的 不过我自己住在中永和 我跟你讲 永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都市传说 是什么 传说中在永和的竹林路上 它有非常多令人惊艳的东西 只要在这条路上 它就能吃到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你吓什么人 你干嘛吓人啊 哇 NG四次你推得一次比一次重 当然啊 不过不过 竹林路真的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不信吗 我跟你讲 它就一条路 它就一条路 它有非常多长卧虎长龙 你知道吗 巷弄之间都有非常多好吃的 你不信 我们今天就要来 打货这个传说 打货 打货 打货传说 打货 从今天开始 易姐最不需要做的事 除了唱歌之外 还加一项 就是跳舞啦 永和虽小 人口密度第一 美食业超密集 第一家人气早餐店 特殊的胡椒饼加肉片蛋 表面维酥有嚼劲 浓厚胡椒香气实在厚厚美 超饱足中式汉堡 我给第一名 巷弄排队鸡肉名店 香喷喷的骨溜鸡肉铺的满满 和咸香鸡油饭 半熟蛋一起吃 这就是销魂的滋味啊 客制化蛋包饭专卖店 义式肉酱或大板烧搭欧母蛋包饭 配上蜂蜜芥末或花生酱猪排 只要你喜欢 怎麼吃都可以 二十幾年鵝肉老店 肥美鵝肉皮Q肉juicy 不管鹽水滷的 或是茶叶煙熏的 都好吃到不要不要 每日限量賣完明天請早 大板名物香壽司 來永和就能吃到 炙烧天使蝦佐鱼子醬 炙烧干貝搭鮭魚卵 海味和醋飯緊緊相依 美味到讓你口水直流 最後一家 台泰混血尬拋豬肉飯 微酸辣口肉多多 再來杯泰式奶茶消消暑 讓你秒回泰國說 早安 永和好吃得太多 錯過一家都不行 跟著小姐姐李懿 我卻會締造永和好食傳說 你幹嘛 地上紅包不容易 這個都市傳說 地上紅包不要亂撿 神經病這種剛剛掉的 我要給攝影師 來茶水用的好不好 那個泡膩道 這個是傳說中的美食一條街 沒錯 我跟你講 永和竹林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但是來永和我還是想要吃 永和豆漿 你就很爽對不對 不過如果來永和 早餐還是要吃永和豆漿 你看 反正再來朝聖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說 在竹林路上 但是有一家永和豆漿 不一樣 因為它有賣一個傳說中的東西 胡椒餅 它可以加蛋加肉片 還可以特製化 重點是它每天大排長龍 如果我們不早點來 想吃明日勤長 那才對喔 而且豆漿加胡椒餅 不太奇妙了吧 傳說中 傳說中 它的胡椒餅呢 每天限量 而且它隱身在巷弄 非常不容易找到 小姐 特別 快點 不過傳說就是傳說囉 看起來也沒有很難找 就在永和國父紀念館正對面的巷弄裡 這家是永和在地人 都推薦的人氣排隊早餐明店 不管憑假日都是大排長龍 開場不要講太久 趕快進去吃早餐啦 唉唷… 我跟你講 好開心喔 對 你大部分傳統的永和豆漿 他們家也有賣 你說豆小籠包啦 什麼燒餅油條啦 一些基本上也有 比較容易吃得到 但是胡椒餅 你一定剛剛是不是想說 是那種黏在 對… 對不對 就黏在那個鍋子裡面 然後上面裡面有包肉的 然後有一點焦香那樣 以前我也會這樣熱 唉唷 好燙耶 沒有 它是一個麻花捲 然後上面有滿滿的芝麻 然後裡面有青蔥 所以它是類胡椒片 不是 它是因為灑滿胡椒 胡椒麻花捲 對 然後進去烤 它的蛋你又看得也是 它的蛋也是很厚的那種厚蛋 它是在荷包蛋 蔥蛋 蔥蛋… 對 我要吃囉 好 我的 我好愛胡椒喔 它的胡椒是那種鹹香 然後那麵包又很… 又很鬆 你知道鬆中又很扎實 你懂那種 我知道就是 是有點… 就它的口感很多層次在啊 對… 它上面那一層 打開酒吧上面那一層 是非常脆的 然後呢你咬下去 它芝麻是很多的 所以芝麻的香氣很足 然後 脆裡面又有芝麻的脆 顆粒脆 肉香很棒 然後嫩蛋 很嫩很嫩 但是它的那個 麵包 下面那一層的胡椒餅 是很鬆 然後呢很緊實 就是它是有空氣在裡面的 對 這就是上下夾的那個餅 對 超薄脆 它這個芝麻的地方 真的好薄脆喔 吃起來變得很娘 好吃 這裡的胡椒餅 不包肉餡 而是像燒餅一樣 夾住各種食材 表面微酥 咬起來紮實有嚼劍 還散發濃厚胡椒香氣 名副其實的中式漢堡 超有飽足感 尤其加上滑嫩煎蛋 實在猴猴沒啊 這個胡椒餅肉片蛋 我給第一名了 看蘿蔔絲餅 上面是包了滿滿的蛋耶 尤其妳最愛的豬蛋 我傻眼 我沒看過這種蘿蔔絲餅 它的也是中大顆耶 超大的 它是一個會包的那種 真的 它不是當點心的喔 你看它就是那個餅皮 整個都可以看得到 它就整個包補齒 吃喔 真的吃喔 我真的第一次看它包這麼多的 妳會喜歡的啦 我認識妳也大概六個月了 它蘿蔔絲餅好多喔 它很滿 因為我咬不了太大口 妳看我小小的咬一口 它蘿蔔絲就已經 它整個滿到邊緣的 就說妳即使好 我來試喔 就算小口 妳看我咬一口 真的耶 它收得好脆喔 妳那口其實滿大口 這個蔥蛋比較薄 然後會多一點點的焦香味 所以比較薄 它要包覆整個蘿蔔絲餅 其實我覺得它不是滿 它是大塊 它蘿蔔絲切得比較厚 厚 所以蘿蔔絲的香氣很夠 然後咬下去會有那種 那種咀嚼的快感 它的皮薄厚適中 它不是那種厚皮的 所以妳加蛋加皮這樣咬下去之後 這整個蘿蔔絲餅皮 它的飽足感很夠 很棒耶 這個東西當早餐好棒喔 人氣早餐店真的很適合大胃王來挑戰 因為連蛋餅的份量都比別人來的大 包住整根油條蛋餅 餅皮QQ的越嚼越香 一口咬下剛起鍋的油條超酥脆 這一份吃完飽到晚上都沒問題啦 下一段帶妳到巷弄裡找排隊雞肉飯明店 滑嫩的雞肉鋪滿滿 或者鹹香雞油飯半熟蛋一起吃 這就是銷魂的滋味 還有客製化蛋包飯專賣店 義式肉醬或大板燒搭歐姆蛋包飯 配上蜂蜜芥末或花生醬豬排 只要妳喜歡怎麼吃都可以 別轉台更多永和傳說級美食馬上登場